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集的一个工具课工具介绍课了啊 是这样子今天讲的最后的三个功能一个是炸开还有一个是群组对吧 连接炸开吧 然后一个是群组还有分组对吧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 哦 补面啊 就三个补面当然你不要想一下来补衡复杂那种曲面不可能啊 不要总啊建模或者学学习的时候尽量不要选那种直径的东西对你也不好对吧 你这个东西学的也不扎实 好先把那个新牛打开先打开 这样子先把那个补面给你们大家讲其实这个估计五分钟就够了很快非常快 呃 比如说我现在啊好像不行了 现在这先讲起来看其实你看到我已经这么点了是这样子 又呃 你们其实心思呃怎么说比较敏感一点会细腻一点的能发现是这样子 我左键拉到最右键然后整个拉上哎你看然后这时候你看选上对吧 你看我拉一点哎对没选上那我这时候这样子一点对吧 我记一点哎你看了右下往左上说对他是可以呃整个选上的 只要他是这个是整个一个整体的话呃是这样子呃首先先讲这个吧 连接和炸开功能是干嘛的我现在先点一下炸开那你看 哎你看对是的他就可以说分开一个个面给编辑 当然你最后要通过移动之前学的啊这个命令把它并在一起一样移动对吧把并回去对了 比如说你可以把它进行一个编辑啊什么的就是这么用的那很多时候比如说我我某个面我可能是说我不想要我要画一个这样子的面对吧 我可能是单独把这个面拿出来编辑 然后比如说弄什么纹理啊什么的就是说可能开个新的心理文件让他没那么卡对吧这个比较大的可能这个东西本身文件大我就把某个面拿出来单独编辑它 拿在复制上去这样子啊就基本上这样子大概是这样子一个功能了 反正就很简单比如说我先编辑完了对吧我拿并回去然后在全选上连接哎 你又看他又是一个实体就这样子用就是他面什么的可以完全炸开很无节操 所以说犀牛只要你就四根线他就是一个面就这么简单 管他有没有破面什么的就有这样子然后再下来就是一个群组的问题群组是这样子我再拉一个方块出来 比如说我现在有两个这样子的键对吧两个这样子的键是这样子啊比如说我现在我两个我一选我两个一起拉开对吧或者我两个就是说我一起选上对吧我连接然后再这样子移动到别的地方对吧就是说我每一刹我一定要这样子全选上对吧 有没有方法可以让他暂时组在一起有就这个但这个他不是一个实体呃实体并级就是说他跟这个布尔并级不一样布尔并级是真的两个变成实体不能还原的这个是不这样子你看 群组对吧那这就是说你以后移动在一点上他就两个是一起的这样子有什么好处第一个有时候你零件太多东西太多的时候会怎么样你啊你可以点点一下他就把这个群组那因为这些我画好了我就可能是说母 二十个键或者十个零件我已经把这十个零件画好了然后呢后面我们就不用再画那就可能就点一下群组然后需要时候再把它这样分组然后再按一下按着control是这样那呃再来一遍啊这样那你现在先选上对吧然后我这时候点一下这个分组先点工具然后再点这个我们已经群组好一个东西再右键哎你看到可以分开对吧呃那还有这样子就是说我现在先选下一个这个东西然后我选先选 选上这个物体再选这个分组然后这时候鼠标你是松开的嘛对吧然后你键盘也松开按着control control按着control点其中一个物体然后这时候我我们啊不行我们再点群组啊不行不好意思忘了一个东西还需要再多一个块啊嗯这样子哎OK再来一个块这样子嗯嗯比如说我现在群组了对吧三个东西就组在一起了对吧你看到了那这时候我想 嗯把其中最大的这个我想把它测开分组就是说左右两块变成一个组就像刚刚这样子可能是说我先点一下这个东西我先点一下这个分组然后我先点一下这个物体再点一下这个分组 啊不是重新操作啊不是重新操作一遍这样子呃这个再点分组啊不点分呃点分组对然后这时候按着啊都松开了嘛对吧再按一下control把这个取消选择 这时候不要退出不要按右键再按回去群组哎你看对就可以完全分开对就一个很微妙操作右键的时候就说只要是黄色只要是选中状态的时候你可以去跟刚刚的命令的这个这个这个讲起来很细腻对吧呃我解释可能也不是太好啊但不要当啊当代的哈大家啊这样大概就这样子群组分组功能就这么用然后最后一个呢其实就需要看看那个炸开呃一个什么炸开的一个功能炸开功能这样子比如说我现在炸开对吧哎哎 哎哎你看到炸开了对吧就说全选然后右键呃点一下这个炸开右键啊就ok了啊比如说我某个面不见了没了对吧或者我再点一下炸开哎你看他也炸开对吧哎怎么办能不能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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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呃玩些刺激一点吧呃玩些比较无聊一点吧嗯这样子呃这样我我再把这个面给删掉对吧那这样子吧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今天可以用到比较多几功能是这样子 呃呃这样比如说我现在就变成这样子了对吧那我想这样呃我可以这样子拉我再拉根线我给它构成一根线对吧你们可以这样子画然后大小无所谓然后这个这个呢surface from the panel curve选一下这个就这个圈圈啊一二三啊这次这个没有顺序的哈啊多少根线都可以这个东西五根六根都可以然后你一选哎右下哎你看这个面就给补上了 呃嗯然后这时候你看呃基本上这次怎么样完整的面对然后这时候这根线平常不要闪了我先上掉只是说因为他不已经不需要了因为我知道这个不会再改然后现在你看下面是两个块的对吧我们这样同样功能在左边你看这两个块两个话三点了这个大一点十字这个小一点十字呃然后我们补一遍你看一下他最后的有什么变化哎呀哎呀哎呀 不好意思呃这根线忘了还是要把这根线给搭搭搭搭一下啊哎我们再选一遍啊吧非常不好意思这样子 那这样这样也可以选上对哎你看到对他其实就是一个整个方向来改哎这时候如果是说呃你后面补面补有多同学应该就会知道就说所有东西他一定是从一个最大的regular就是说方形正方形什么的去裁剪出来所以不要像刚刚那样子那样两块那两块会导致什么你就导绞什么的可能中间 你看这里有一根线就没有办法导就有因为他是两个面吗对吧要有一个整体的时候他才好导绞对吧不然有时候就是因为这些问题都导绞不了这个可能又讲起来有抽象但是你要看这里他本来本来是一个完整的方形就这样子还有那有什么方法不用搭呃这根线就不用搭搭建这根线用点一下拉伸我们选一下这根结构线对结构线是可以拉伸的对选一下这个and哎你看对他还是可以的对就是这样子那这个时候最后 有个补面你们就懂了呗那这时候其实我不会这么我可能这样子拉一下对但是你看到有个全选啊我整个拉我选上这几个我按下control取消选择你看取消选中对把这几个选上然后在右键哎OK你看他还是这样子的能懂了吧就是说所有的面要保证他这样子一个完整性啊这就是说当然你不用故意去做但是有时候你发现比如说我这里呃比如说我这里就这样子我就按刚刚那个有一个面是有问题的 我这样子给你们这呃打一遍吧啊是这样子啊其实也不用就很确用两根两根线拉伸就可以只是说话多了呃习惯了哎嘿那这时候选direction对吧我因为你看我方向不一样吗对吧哎OK那这时候然后这时候选一个方向对吧我选了这边对横向吗在前是这边那我现在回来这边我找这个短点因为这个是可视性的吗对吧那我在哪一个我再来一遍右键再来一遍哎 你看哎方向右股一样按divisiondouble kick就双击一下然后这时候选一下这个位置这个点对吧从前是这边再选一下按着序法这时候按着序然后你看我就怎么样都在这个平面然后这时候选这个点哎对你看这两个面就补件好一开始你们用肯定不顺手了很正常不用担心然后这时候就会有一个这样子问题我倒个角你们就懂了所以有时候为什么不能倒角会有这个原因这个这个比较重要所以要跟你们先讲讲的 哎哎哎你看到对就这样子哎你看这个面就他是不完整的看到了吧那就说如果我这时候在倒在这个地方你看点不了了倒过完全没法倒你看完全破掉了就吸牛当然有时候是因为圆角太大了没法倒很正常因为吸牛倒角了你没有双里面什么墙所以很多时候都是一次成型你看就有这样子一个问题那这时候我们回去看看那个面这样子才所以说有时候你们注意一下这个问题 哦哈这样来我还原回来我再把这个给组合一下所以为什么这几个功能你看好像没什么用其实在建模时候也非常有用的尤其你是一个重细节你想选一个高清渲染图的时候一个人啊啊高清渲染图这细节就怎么说啊怎么说就跟苹果那种手机一样吗就说啊好的不好意思嗯我把它拉出来这样也当然你喜欢他说可以拉除非某集的功能用的特别多但是呃能用原 原本来的选择我建议你用原厂配置为什么呢第一个太个性了呃怎么说别人去跟你配合的时候很难配合因为比如说有时候电脑出问题你想借别人电脑说因为你用了习惯自己的选择对吧搞得你自己太个性化了对吧个性化应该体现在你作品上面而不是体现在你的工具上面啊能懂吗你看现在哎你看他自动给我把那块面给填了懂了吧 所以为什么补面的时候这个很重要就这样子好那个有什么模型想那下一节课我们开始就实体模型画一个实体模型会画一个烟灰缸后面呢会画一个杯子呃基本上这样的都是非常简单的我就随便画而已然后呢这个是这样子呃呃有什么呃产品你们想画的你们留言给我然后我就做了一个因为呃当然不要太复杂你说汽车那种就不用了还飞机什么就不要说了你说什么T恤刀什么那种可能一开始画不太建议 当然呃你们给我留言的时候我一样会记下来然后我就慢慢给你们做这样子好平白你们也有自己想画的东西吗对吧呃因为我自己我我是没有感觉什么都都能画啊那所以就大概就这样子呃或者有什么东西需要我再补充的你们下面留言给我我就专门就可能是说呃某一期我就专门是补充一下这样子因为我相信就是说一个人遇到这种问题别的也肯定会有这样子呃如果不想看东西可以把自己跳过这样呃 呃那就这样子呃今天到这里呃谢谢大家